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来自于PSP的Xenon 非常不错的一个专强式线幅插件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Xenon这款线幅还是挺受欢迎的 连这个Bob Laudwin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都说 这东西还是挺好用 所以我相信这个质量应该是不错的 在看这个插件的时候呢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概念是 这个里边有大概三层处理 第一层呢是叫他们叫Limiter 1 这个Limiter 1的任务呢 是帮助你去限制一定的信号 但是让你的音头能够出去 把你的音头放过去以后呢 去装到第二个Limiter 2 也就是它有两层线幅 最后呢还有一层叫Leveler 这个Leveler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像压缩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认为它是内部 它的内部有三个工序串在一起 第一个呢控制你有多少的音头动态出去 把你音头后边那点声音稍微压下来点 第二个呢是一个稍微相对来说慢一点 钻墙式的线幅 确保它不会爆音 第三个呢仍然有一个慢速的压缩 这么串起来 一旦有这个概念呢 你使用的时候就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默认的一个状态 当你去用这个插件的时候呢 搁进来以后呢 我就按照我自己使用的习惯来帮你过一遍 咱们先放音乐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进来的电瓶是多少 推进这个Input 直到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闪的 这个闪的地方是Attenuation 我把音量降下来 这样的话我讲的话你能听得见 这个是你的闪的部分 在表这个地方呢 先把这个Limit 2关上 看Limit 1 这个表本身呢 你可以监控Limit 1 Limit 2或者Leveler 看这三个东西都在干什么 现在是Limit 1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献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在这边的话有Transient 它这个Transient其实就是启动的时间 如果你把这个推得特别长的话 你很多很多的声音出去以后就会撞到你的线幅 的第二个线幅 如果你把它拽下来 拽得特别特别短 它的启动时间会非常非常短 那就很快地去抓住音头 然后这边有一个React一个模式 这个React的模式呢 就是被动一些 就是完全是Hard Clipping 它就没有做任何的预判 然后你声音进来 只要撞到这个东西 它就会产生消波 Predict更多的是 多一些Look Ahead的时间 预判一下这个信号 让这个信号不会有特别明显的 硬消波的感觉 换句话说就是呢 应该来说能让你的声音听起来更响一些 但是可能会更多的报音 或者是过载等等那种感觉 然后下面这个Release的时间呢 基本就是你一旦收紧了以后 你音头过去 你马上去限制它 然后呢多长时间把它释放回来 如果太短了的话 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杂音 如果太长的话 你整个声音就被压住了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Release的时间 咱们下方特别长 尤其是到这个范围 你就已经觉得你的声音 特别脏了 很多人在调这个Release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主要就一定特别容易听到的就是低谷军谷 如果是这类型的风格的话 尤其是那些穿字眼特别明显的 打击感特别明显的 去听那些声音是不是还保留住 你听到那些军谷底谷的声音是不是保留住 还是说已经碎了 或者已经被压扁了的感觉 你尽可能让它回到它该有的这种Transient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特别特别快速的节奏下 它让这些音头出去以后 把这音头后边掐住掐住 这样的话它整个的Transient就会出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Limiter 你在表这边可以看到它限了多少 然后呢它会进到第二个 第二个你是看不到 第二个就是完全的是它内部的算法 但是你可以单独去监控这个Limiter2 如果你现在把灯点上Limiter2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Limiter第二个Limiter压了多少 我们看一下 现在非常非常少 因为你基本上第一个全都拦住了 如果你把这个E里面的音头 放过去多一些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压的更多了 换句话说 就是如果你的第一个线符 你越把它当作是一个Clipping Clipper的方式去用 你的第二个线符 就会越多的帮你去拦住东西 我们经常推荐的两个线符 其串联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在这一个产阵里面 就可以实现 有了这个以后呢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Leveler 这个Leveler呢 是默认是关上的 如果你发现你的声音 是那种特别跳 特别Pumping的感觉 你慢慢把它拽后来 它是一个特别慢的 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慢的一个压缩 它能把你整个 特别跳动的感觉 再压回来一些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我们只看这个表的时候 Attenuation是只看Leveler的 你可以看到它差不多 在一两个DB左右 帮我去控制 对 所以呢 再说一遍 线符一 你可以用这个Transient 去控制你的音头 比如咱们把50% 咱们把起动时间 放在50% 释放时间 放在一个我们认为 OK的地方 线符二呢 仍然会帮你去压一部分 然后最后Leveler 也帮你压一部分 整体来看呢 它一共压了多少 差不多这么多 然后这边呢 Detector是 Oversampling Auto的话就是帮助你去 校正前后输入的信号 让你更多的听到 你的这个插件 到底在做什么 上面这个Word Lens 整个这个区块 其实就是给Quantization 和这个Dithering 去用 抖动处理去用 你可以把这些开开 然后去选择你输出的 比特率等等的 对于很多很多的人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意义 下面这个Link 是你左右声音的 线符的这个连接 一般来说 你放在30%的位置OK 70%的位置OK 不要把它全到连接了 也不要完全的插开 这样的话 你会有稍微好一些 整体感 如果你想要那种 左右的声音 或者你编曲出来的歌曲 你混的目标 左右的声音 很不一样的话 你把它放到30% 如果很一样的话 你把它放到70%就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 PSP的Xenon 相当相当不错的 一个线符的插件 里面有很多东西 而且它的设计的理念 也不错 线符1 线符2 Leveler 基本上可以 代替我们那种 多个线符的那种 串联的组合 如果你再去搭配一个 后面的一个响读表 应该是完全能够 完成你的线符的工作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爽 拜拜